大家好,歡迎收看現在玩什麼 我是謝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最後是貓與花坦 玩家在遊戲中將扮演著喜愛貓咪的花坦設計師 你想要設計一款兼具美觀且滿足貓咪喜好的花坦 我覺得這款遊戲雖然在玩法上只有簡單的放板塊 以及拿板塊兩個動作而已 但其實還滿有挑戰性的喔 因為在放板塊的時候 你需要考慮到要放在哪個位置上 才能將此花坦的顏色以及花紋 發揮出它最大的效益 此遊戲的基本規則互動性較少 如果想要增加互動性的話 可以選擇成就解鎖裡的限制規則 遊戲人數1到4人 遊玩時間30分鐘左右 那麼事不宜遲 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這款遊戲吧 規則書 玩家的花坦版圖 花坦版塊 有三組 每一組 皆由六種顏色和六種花紋組成 設計目標版塊 有四組 每人一組 扭扣計分板塊 扭扣標記 貓貓計分板塊 貓貓標記 黑白花坦版塊 板塊布袋 計分冊 花坦大師版塊 最後是 Case限定Permote 這個是我額外再去添購的 在遊戲裡面 並沒有直接附贈 首先是 將貓貓板塊 依照右下角的點數 分成三組 每一組選擇一張 並且決定一面 作為齒輪所使用的貓貓 剩餘的收為合中 將手對應的貓貓標記 放置在貓貓的上方 每一隻貓貓都分發隨機的兩塊 黑白花坦 將花坦板塊 丟至布袋中洗菌 放置扭扣計分板 以及他的標記 玩家拿取花坦版圖 以及目標板塊 將目標板塊翻出四張 並且選擇其中三張 放置在版圖中的目標放置區 剩餘的收回合中 每人抽取兩張花坦 抽三張花坦 放置在中央作為花坦供應區 決定起始玩家 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遊戲採順時鐘輪流進行 輪到你的時候 依序執行兩步驟 先從手中的兩塊 選擇其中一塊 放置在你的版圖任意空位上 並且檢查是否可以拿取 貓貓或者扭扣標記 並把標記 放置在達成拿取條件的 花坦組合上 拿取的條件 稍後會再做說明 再從廠中央的三塊 選擇其中一塊 加入手中 最後再從布袋裡 抽取一塊 補回廠中央 遊戲進行到 所有玩家 都將自己的版圖 拼完後結束 遊戲有三種計分機制 首先是 目標版快分 再來是 貓貓標記分 最後是 扭扣標記分 將三個分數 相加總和最高的玩家勝出 如果遇到平手 則是先比較貓貓標記的數量 再來比較扭扣的數量 如果還是平手的話 則是共享勝利 首先是 目標板塊分 目標板塊分 就是看它周圍的六塊板塊 是否有達成中間這個條件 不管你是用顏色 還是花紋來達成 當然如果你只有 利用其中一種方式達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藍色這個分數 當然不管是顏色還是花紋 你皆符合條件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 黃色這個分數 我以這兩塊板塊為例子 像這一塊 它的條件是 六個不等於 所以 我這一塊的周圍 六片的花紋 都是不一樣的 六片的顏色 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 黃色這個15分 接下來 這個目標板塊呢 它的周圍 只有四個紫色 配兩個綠色 所以顏色部分 是有達成的 那花紋的部分 並沒有符合條件 所以它就只能拿到 藍色這個7分 貓貓標記分 貓貓的分數 是寫在它的板塊的左上角 以及 標記後面 獲得貓貓標記的條件 有著名在貓貓板塊上面 你必須使用它所喜好的 其中一個花紋 來達成上方的條件 達成條件的花坦 可以與板塊周圍做搭配 所以假如說 我在這邊 再放一塊條紋的 那我就會達成它的 三塊板塊以上 那我這邊 就可以放一隻貓貓標記 但是如果 我這邊這一塊 放的是 這個花紋的話 雖然它一樣是 這隻貓咪所喜好的板塊 但是 你必須要用 同一種花紋 來達成條件 才可以 所以這樣的話 就不會獲得貓貓標記 每一組花紋 都只會結算一次貓貓標記 所以當如果你的第二組 花紋 連到前一組的話 那你是不會額外得到貓咪標記的喔 除非是 你再另外開一組 獲得的貓咪標記 並不會因為 你中間 放了新的板塊 讓它連得起來 而消失 原來獲得的貓咪標記 仍然會保留在原本的位置上 開始限定的貓咪 它的貓咪貓有兩種 第一種為最大面積的 以及背面的最長道路 每一種貓咪都有 大隻的標記跟小隻的標記 大隻的標記為11分 小隻的標記為7分 想要獲得上面的分數 你必須要是達成條件裡最大的玩家 第二大的玩家 並不會獲得任何的分數喔 當有一個玩家 利用貓咪所喜愛的兩種花紋的其中一種 達成至少三塊相連的面積的時候 就可以從版圖旁邊 拿走比較大隻的貓貓 並放在自己的花毯上面 當第二個達成的玩家 就拿小隻的貓貓 放到自己的花毯上面 最後如果有第三名玩家 達成條件的時候 他就必須從第一個達成條件的玩家那邊 拿走他的大隻貓貓 放到他的花毯上面 被拿走大隻貓貓的玩家 則是從獲得小隻貓貓的玩家那邊 將小隻貓貓給奪走 所以持盆帽的貓貓標記 是會不斷的變動所在花毯的喔 特別著名一點 最長道路的貓貓呢 他的花毯必須要是單獨一條的 並不能有 這樣子相鄰的情況喔 扭扣標記分 當如果你的花毯 有三個一樣顏色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相對應顏色的扭扣標記 並且把標記放置在你達成條件的花毯上面 達成條件的花毯可以與板塊周圍做搭配 每一組花毯板塊只會計算一次扭扣 所以當如果你的第二組板塊碰到上一組板塊的時候 就不會獲得新的扭扣 而如果你的板塊是已經結算完後 才被連在一起的話 那兩個扭扣都不會受到影響 保留在原來的位置上 每一個扭扣標記都為三分 當你六個顏色的扭扣都獲得一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額外獲得一個彩虹扭 這個彩虹扭扣可以放置在你花毯的任意位置 如果你滿足兩組的話 那就可以得到兩個彩虹扭 那彩虹扭跟其他扭扣一樣 都是以三分做計算 在規則書的後面 有附上貓與花毯的成就解鎖 他總共可以給六名玩家登錄他的資料 成就解鎖的項目大致上分為三種 第一種為普通遊戲的成就模式 當如果你是這場遊戲勝利的玩家 你有滿足上方的某一個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在成就欄位上畫上記號 第二種是限制規則的成就模式 當你進行某一種限制規則的時候 你成為了最後的贏家 你就可以在你對應的格子上畫上標記 最後是情景的成就模式 這個模式會有要求你要如何設置遊戲 並且達成某些目標 才可以得到這個成就 在這個模式 你可以選擇單人遊玩或者多人遊戲都可以 不管最後有沒有贏得這場遊戲 只要有達成上方所顯示的所有條件後 你都可以畫上你的記號 那他總共有十種情景可以讓玩家來選擇 在規則書的最後 有附上貓貓板塊上各貓咪的詳情資訊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一下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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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四個 好難喔 好 就選這樣 這場布袋抽兩個 還是要努力 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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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走吧 二人 那是鸿子 那是鸿子 朱古 來 半截了 好 多操 多操心 也是你 敲半截 敲 沒了 沒了 帥翻 咪咪就在裡面 就有兩隻啊 為什麼就抽出來 好 我先算我的 第一個板塊 半截 七分 第二個板塊 半截 只有顏色而已 半截 七分 第三個板塊 半截 只有圖案而已 十分 貓貓 三隻 鹿米 十五分 扭扣 一 二 三 四 四個 四 三 十二 十二分 半截 半截 七分 剪刀 十一分 十一分 半截 十十分 二十分 貓貓 七分 八 八 八 三 二十四 總分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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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